所以說要做這個 我只是看到而已 你看 喔 不能麻煩 為什麼我這個 麻煩我是不行的唷 然後我上禮拜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每樣東西都好好吃 每次吃飯呢 蜜子都要在裡面吃 因為經常會把它吃完 蛤子 蛤子 蜜子 脂肪 天洋 蜜子 蜜子 融化 這個奶泡好綿啊 有人要叫我拉花嗎 這感覺拉出來很漂亮 大家應該想說 怎麼那麼久沒有上影片了 呃就是我最近在 調整一下我的 生活步調還有我的心情 所以上個月就決定呢 讓自己休息一下 然後今天淳姐剛好休假 她想說要帶瑞子跟 表妹出去走走 她們說要去做什麼DIY手作 所以我就想說今天就 跟著她們一起出門然後也順便可以 開車載她們回來之後呢 再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 心情 有點懶得整理頭髮 還是戴帽子 這一點好看嗎 這一點是我在韓國新買的 SETO 我覺得它LOGO有點像ROEBE 她們想來的這叫啥呢 它叫DIY 還可以做狗狗的衣服 但GINO又不穿衣服 對啊 她不怕冷 她不怕冷 妳怎麼了 我覺得已經很重 我覺得有點張不開的感覺 摔倒了 摔倒了 這個Size應該剛剛好 這樣 太小了 哇你剛好欸 所以說要做這個 我只是看到而已 你看 好 不能麻髒的話 為什麼我這個 麻髒我是不行的唷 好 找不到 找不到A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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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跟西瓜 超麻煩的 要用這個筆然後畫在邊 在塗塗 先幫你完成最難的 其他就是加點 純潔風格 有塗鴉風 他從以前就很喜歡這種風格 然後他剛才說 到底要這樣小小的還是一個大的呢 我說兩間都做 他說瘋了喔 結果他現在做完的時候說 我可以再做一間嗎 所以要做兩間 我們來吃晚餐 乾杯 乾杯 謝謝 好香喔 好香喔 這個是沒有酒精的喔 可不可以會有酒精的 哈哈 好香喔 而且他的飯真的才是對方 就是有一種 顆粒感 就是這種 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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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家了 然後我們剛剛做的那個 首座呢 給她 她一個禮拜後才能拿 我之前去韓國 baru 坐的那個 Nike 跟New Kunis聯名的 大概 10分鐘就好 但這間可能 量比較多嘛 因為我們剛才離開的時候 裡面大爆滿 覺得滿好玩的 然後衣服 價錢 我覺得 算合理 但是樓上首座 السpy 油體熊啊 奶油膠 有更便宜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比價看看 然後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早上我出門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看到我在泡咖啡 因為我除了出去拍片工作之外 我好像不太會出門 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家裡 寫腳本啊 剪片 回信之類的 所以我就覺得直接放一台咖啡機在家裡 很方便 就是一起床 就有咖啡可以喝了 你在刷牙之前 你就泡咖啡 泡下去 刷完牙就有咖啡了 讚 還不用出去買 家裡呢 是擺這一台Delone的全自動液式咖啡機 它真的超美 超級有質感的 這種液式的設計 然後搭配黑銀 超級有質感 哇 而且呢 它的操作呢 是這種觸控面板的 它上面有圖像 所以非常的直覺 像這個Espresso 跟咖啡 跟Americano 就可以直接按了 然後這個是奶泡的 不會有非常複雜的東西在上面 然後你還可以調濃度啊 之類的 重點是它咖啡豆還有 13段的研磨粗細度可以調整 我覺得非常貼心 如果家裡有很多人喜歡喝咖啡的話 就可以依照每個人不同的口味 或者是你的咖啡豆去做選擇 一般人如果在家裡喝咖啡的話 都是用手沖啊 或是濾掛之類的 只能喝到純的黑咖啡 但是它這一台呢 自己就有奶泡機 所以想喝熱拿鐵的話 自己在家裡就可以完成了 讚讚讚 現在教大家怎麼調咖啡濃度跟溫度 咖啡濃度呢 就是直接按這裡就可以了 淡一點或是濃一點 或者是你要直接加咖啡粉也可以 溫度呢 就是常按設定鍵 之後按這個就可以調整 調整完之後呢 就按設定鍵 它就設定完成了 讚 小梅哥剛好來我家拿東西給我 所以呢 我要來做咖啡給他喝 因為他平常都喝美式居度 所以我今天想要做兩種不一樣的咖啡給他喝 第一個就是大家很常見的拿鐵 你是不是手沖做不到這件事情 怎麼可能 真的有那麼多功能嗎 有啊 我現在就用給你看 小梅哥就是喝最濃的 咖啡 他的油脂非常的綿密 光這一杯黑咖啡就非常漂亮 那現在重點就是熱拿鐵呢 就是要打奶泡 只要按這個 按下去之後他就會 蒸氣加熱 欸我這個 說真的那個 奶泡其實我不會用 很簡單 插進去就好了 我覺得家裡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就是 長輩也可以 他現在已經加熱好了 這麼快 插進去 怎麼那麼快 好 直接加熱 直接可以聽到他加熱 然後適合大家買這種 拉花的咖啡 斷手的咖啡 嗯 要把手 對 然後你就讓他加熱 檸檬啊 現在已經是 有點遠度 嗯 他越來越長 嗯 他全長 很大 就直接把他加進去 沒有什麼技巧 真的嗎 加油 喔 很快融合耶 不會拉回來 那就隨便拉吧 哇 一樣是 意外特調 這樣一杯熱拿鐵就完成了 他的奶泡真的非常的 密密 哇 剛剛150再加奶泡 嗯 220 220 好香喔 你聞 喔有耶 奶香咖啡香都有耶 價值220嗎 我加PY的話是360 第一視覺 剛剛大家都看到嗎 我覺得OK 然後再來 香味OK 再來就是味覺啦 不知道會不會OK 加20380 那我現在要做第二杯給你喝 哪呀 有香咖啡 敬請期待 柚香咖啡怎麼做呢 開最簡單啦 這種柚子醬呢 就是你在一般的超市都買得到 你可以依自己的口味調整 然後我個人覺得糧食感剛剛好 為了讓它可以漂亮的漸層 先加冰塊 想要喝濃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就按兩杯濃縮 喔來了來了 真的有漸層耶 漂亮吧 想不到你騙我耶 好療癒喔 跟你說這個我非常有自信 非常好喝 好喝到不行 什麼 非常清爽 非常適合夏天 好好喝喔 那你覺得這個比較好喝還是 但是你一定要點的比較好喝 但是這個啊 而且我是加濃縮的 所以它會 更香 咖啡的味道非常的濃耶 比例剛剛好耶 嗯 不想說你剛才不知道在臭屁什麼 在外面 咖啡廳你不要賣180耶 媽不喜歡喝黑咖啡 又喜歡喝甜的 它上次喝到類似這種咖啡 就是愛上 對 西西里咖啡 對對對 西西里咖啡 蠻適合它的 它會喜歡 讚 欸 等一下 380 又380 那你要付錢給我 760 它的製作非常簡單 但是大家一定想說 清洗才是最困難的地方 不用擔心 它只要開機或關機 它裡面就會自動清洗 它是開機的狀態 那我按關機 它就會開始清洗了 它會自動清洗裡面 所以你不用怕裡面 會有卡東西之類的 如果我再按開機的話 它會再清洗一次 剛剛前面就有點卡杯子 然後後面它出來 就是開機 我每次都要去洗我的 那些杯具 那些 杯子啊 真的是杯具 這個也可以拔下來清洗 如果你用完的時候 記得要清洗一下 不然裡面都會是牛奶 轉一下 拔下來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擦一擦 這個也可以直接拿去洗 然後洗完的時候 你再轉過去 讚 非常方便 想喝就喝 想泡就泡 轉一轉 甜一甜 泡一泡 它上面會有警示燈 咖啡夠不夠啊 或是水不足 像這個就是水不足 提醒 然後對 這個就可以拿出來 就是水快不夠了 然後你可以加多一點 咖啡渣呢就是在這裡 這個可以另外拿 拿去冰箱放 很粗臭 我覺得它的優點就是 它整體都非常的直覺 不用怕買回去 我不會用的感覺 它的咖啡豆就是到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用咖啡粉 壞也可以 就直接 把咖啡粉 搭在這裡就好了 哇 但是我個人覺得 就是還沒抹好的咖啡豆 會更新鮮 因為你抹好的咖啡粉 你家裡可能太潮濕 或是放太久沒喝 會變質 所以我還是推薦可以 現補 它在抹的時候 你可以調整它的刻度 因為每一種咖啡豆都不一樣 然後每個人喜歡喝的 那種酸味 或是冷脆咖啡的 咖啡豆也不一樣 在家裡就可以喝到 非常高級的咖啡 而且這個牌子 你知道誰代言的嗎 布萊德比特 我有看過那個廣告 一輪耶 咖啡廳裡面 是一種享受 就是那個味道 對 我現在整個家裡變很高級 不用什麼香氛啦 就是咖啡香就好了 我跟小明哥現在在算一下 這樣 咖啡豆好便宜耶 我以前是買比較好的咖啡豆 外面 一杯就是一百塊上下 就是便宜的 品質沒有到這樣 那你要喝到這種品質 一定破版 一杯差好多喔 天啊 我沒有認真算過耶 如果十幾塊跟一百多塊就十倍 如果算最少的 一杯五十塊 一個月就一千五 一年就一萬八耶 差很多 就是如果你是真的習慣每天喝咖啡 家裡真的要換一台咖啡機 會省很多 剛才跟小明哥出去吃晚餐 吃晚回來了 現在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的心情 最近就是覺得 想要帶在家裡 但是我以前拍的片就是比較多是 出去玩的 除了我自己比較少出門之外呢 小明哥自從坐了餐車之後 就變得比較忙了 然後純潔休假的時候也會去幫小明哥 所以呢就比較少時間可以跟家人一起出去 其實我上禮拜才從韓國回來 但是這一趟韓國呢 是我有史以來 就是這四年以來最放鬆的一次 完全沒有拿出相機 也沒有拿出電腦 雖然我有帶電腦去韓國 但是都一直放在行李箱裡面 心情剛好也蠻糟的蠻低落的 本來也有預期要拍 但是到了時候發現我好像真的開心不起來 我覺得我出國我只要在台灣我就會失眠 每天都失眠到五六點 不過我只要出國就會睡得很好 我覺得不是累的關係 是我不會那麼焦慮 我覺得我在台灣就會一直想很多東西 就會想著有一天沒有工作怎麼辦 然後有一天如果沒有要看我怎麼辦 就一直想著一些好像也沒有解決方法 就只能一直拍一直拍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拍影片的時候 不是為了把它變成我的工作 也不是為了要賺很多錢 雖然說到後期真的有賺錢 但是跟我原本想像的不太一樣 然後工作變成生活的時候 當你喜歡的工作變成生活的時候 就會變得不一樣 尤其是這一種行業是要暴露在大眾 我前陣子IG有消失一陣子 因為我有PO一個東西 就是分享我生活的事情 但是就造成蠻大的反應 然後讓我心情非常難受 不是因為這一件事情讓我難受 是我覺得工作跟生活已經密不可分了 不想要曝光太多我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從以前以來就是這樣的風格 就是非常的生活化 但到後期就是顧慮太多 會想說有人要看這個嗎 會不會太瑣碎 然後思考了這一個月我發現 我還是喜歡分享 但是我發現我這兩年出國 沒有那種想要分享的那種 悸動感 因為我只要想到我要開始拍片了 就會壓力散大 比如說去吃一間餐廳 我雖然覺得它很好吃 但是我吃到一半的時候 就會想吐 就是已經到 我自己是覺得蠻病態的 然後我上禮拜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覺得每樣東西都好好吃 在沒有拍片的情況下 就覺得逛街很好玩 變得很好玩 不會去想說 為我們介紹好這個東西 大家懂那種感覺嗎 因為有時候拍片的時候 就會有壓力說 我會不會傳達錯誤的資訊 因為每個人在意的東西都不一樣 介紹這個東西 有人不喜歡怎麼辦 腦補 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 你就不要想那麼多 但真的沒辦法 我現在只是回想到我當時候的心情 其實我已經慢慢調適好了 只是我現在又聊這個東西 又回想到我當時那個情境 不過我已經想好 以後要怎麼樣處理 就是我可能出國 會分清楚 我要放鬆的完 還是要工作的完 像是我明天就要去澳洲 待了二十幾天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我就會很好說 哪幾天我要拍片 哪幾天我要放鬆 我覺得這是目前我 想到最好解決的方式 我原本一直很猶豫說 到底要不要分享我現在這些心情 但是 還是要呈現一下 我這個人的樣子 不然你們好像會覺得 這個人好像永遠都很嗨很開心 不要覺得說 別人好像過得很好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喜怒哀樂 只是 以前我在影片上呈現的 就是很瘋很開心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樣會讓我比較自在 不然我覺得我每次好像 明明心情很低落 但是在鏡頭面前還要 耶我是PY 加油 迪隆姨會不會覺得我很好笑 希望廠商不要閃掉這一部分 這是 真實的PY 拜託你了 最後呢 如果你們對迪隆姨的 全自動液式咖啡機 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相關的資訊 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真的非常讚 小明哥說他家裡也想買一袋 要買給他嗎 父親姐禮物 還是 那個 乾爹可以再寄一台給我嗎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記得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期見掰掰 這一個 迪隆姨 苦味香味 認真算過之後 真的發現省很多耶 那怎麼辦 推薦你們去買卡牌錢 那我之前也是浪費好多錢啊 好幾萬耶 對 很可怕 整次要你 會不會 有的